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利用嬰兒游泳為一個手法 游泳是這樣子的環境 可是是以親子關係的建立為基礎 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希望第一點肌膚之親 因為游泳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穿很多衣服 基本上媽媽俯助孩子 孩子俯助家長 爸爸或媽媽一樣 他們可能是躺在他們的身胸前游泳 可能是靠在他們手上游泳 其實跟爸爸媽媽幾乎是 直接親密的一個接觸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很好喔 在水裡這個環境 如果孩子不願意做什麼的話 家長是可以強迫他的 原因是因為孩子 沒有辦法像陸地一樣 就爬走了或走掉了 他們必須要依賴家長 可是這時候就是 把責任交給家長說 你需要去知道孩子要的是什麼 孩子相信家長說我要什麼 你可以給予我回應的時候 彼此之間就是一個互信 和相知的一個建立 來聽聽看 參與游泳課的家長怎麼說吧 游泳課 小朋友在做什麼事 盡可能是父母親可以去參與 參與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小朋友的成長 那是一種驚喜 一種陪伴 小小泡泡 小小泡泡 游泳水 游泳水 小小泡泡 游泡泡 那這麼小的寶寶來上游泳課 有什麼好處呢 游泳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運動 所以孩子游泳的話 就是吃得好 睡得好 再加上游泳它本身是 比較少地心引力的環境 是有福利的 所以孩子可以去體驗 和在陸立上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和在陸立上去找到 它平衡不一樣的感覺 對孩子的潛艇刺激 都是很好的 你常運動 不要說是游泳 就是你常運動 本來對小朋友的身體 就會比較好 游泳這件事情只是 讓他的所謂的 有氧氣管這方面 可能會比其他小朋友 會更好一點 真的在小朋友的感冒 或是身體的抵抗力上面 是有很明顯的一個好轉 小小朋友要學 要游泳 要游泳 那多小的小朋友 可以帶來學習游泳呢 三個月前的話 孩子需要打很多的預防針 我們是建議家長打預防針之後 一個禮拜不要下水 所以變成說兩三個禮拜都在打預防針 那孩子就會一直持續沒有辦法下水 所以我們才會建議說 三個月以後都比較穩定了 如果孩子有一些生理的狀況 比如說骨盆有問題的孩子 還是耳朵 基本上小兒科到三個月前 他應該生理一些狀況 都有辦法比較明確的確認 那時候我們知道孩子的身體狀況 我們再來上課 如果他需要做調整的話 課程根據他生理狀況去做調整 會是比較合適的 寶寶上游泳課 不是一定會嗆到水嗎 我想擔心是一定會的 尤其剛開始學的時候 小朋友其實是很排斥的 那嗆到水就是必經的過程 那家長也一定會擔心 可是我想最後學習到的是家長 因為其實小朋友嗆到 其實是很正常的 是大人過度的擔心 那這反映在生活上的每件事情 其實小朋友他犯錯 或者是他有時候跌倒 對他來說 其實那不算什麼事 大人太過於擔心 那反而是藉由游泳這個課程 他嗆水然後老師教我們 其實這是正常必經的過程 久而久之其實在生活上面 我們慢慢的可以讓小孩子 在藉由每一種學習 去學到另外一種成長 所以我想是有幫助的 寶寶的學習能力 和適應力都很強 Baby透過游泳這項運動 學習核食蓋憋氣 強健心肺功能 對免疫力的提升也有幫助 還能增加親子的親密時光 是很不錯的運動喔